你看看周小平这样的论调 是什么论调呢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 就两个大学生 上完了数学课 应该是讨论危机分问题 结果呢 出来一个小子 突然讨论是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当然就从哲学上讲呢 这个呢 也深 不过呢 你要从大学生数学上讲呢 这毕竟是一个小学应该学 甚至幼儿园学的 一加一等于二 两个 一个香蕉加一个香蕉 等于两个香蕉 抽象出来 就是一一等于二 他们还不说一加一等二 一加一等于三 行了 这三个大学生 你就讨论这个问题吧 危机分的问题就先放那 为什么呢 这是不断拉底你的智商和见识 啊 图松华呀 周黛宇呀 实际上都是一路货色 就是不断侮辱大家的智商 和情商 就故意的了 搅混水了 啊 周黛宇呢 这就是啊 这胡说 说这个雾霾 就是雾 没有霾 你跟他辩论吧 好吧 你呢 就得从那最基本的地方开始变起 是吧 这不拉底你的智商和情商吗 图呢 是怎么着呢 他不断的设置伪命题 人家说了一句台美建交啊 这个傻货自己推导出一个结论 然后呢 就是中美开战 让中美开战 然后接着推啊 一打仗呢 就能消灭空军和海军 唯独陆军打不了 傻货接着推 傻货 然后接着推啊 要想打掉 这个中共的这个几百万陆军 美国得突动一千八百万 啊 陆军 傻货怎么推出来 首先 真有这种战争 我太欢迎了 太希望美国来打了 打死这帮狗杂碎 特别是这帮那妈五毛狗 我现在觉得五毛狗比那妈的权贵还要讨厌 啊 权贵呢 毕竟是那江山是他老子打下来的 他从这个私有产权概念 你还能理解点 这五毛狗啊 就是人家的狗啊 为了狗粮 就冲着主人摇椅子 冲着外人啊 汪汪叫 是最没有廉耻的 五毛狗 韩赵亮等于零啊 还愣称赵家人 图的诡辩方式 当然他很 他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言论和观点都是诡辩 而诡辩的主要的手法就是用错误的规定法 来绕大家 你关于台美建交就还没聊了 到底能不能成 到底好不好 这傻货 啊 他不说 跟他绕到了中美战争了 中美战争绕 绕到了这个 马上就说完了 说完了变成了海军空军没了 变成陆军了 陆军完了变成1800万部队了 傻货是妈了自己 不断抛出伪命题 让自己劈自己 这是典型的卑鄙小人的做法 啊 变成1800万是吃错药了 刚才看到 这傻货的群啊 在骂我 从下午开始骂 我想这当然他们被骂我了啊 因为我也在骂他们 我骂他们呢 这个骂的是一种比喻 是就是批判 有理有据的去批判他们 他们骂的当然就是叫胡卷乱骂的 没有任何道理 其中他们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 说我们是文革思维 啊 这就是胡扯淡 文革的时代没有文革思维 文革呢 是地地道道的奉旨造反 上边老毛一号召 让大家造反 底下就造反了 事实上呢 不存在文革思维 只存在什么呢 就是一帮人啊 驱崇于啊 崇拜于 普普于一种政治权利 一种政治权威 要充当这个政治权威的打手 这是实际上是文革 让这空卫兵打架就打架 抄架就抄架 让一挥手啊 你们下乡吧 接受贫下总能再教育啊 就下去了 傻了巴基 稀了糊涂的 文革是什么 本质呢 本质是奉旨 是奉旨 听皇上的 听皇权的 文革呢 并没有打 并没有击垮权力 相反是 集权权力啊 最肆虐的时刻 现在 谁具有这种文革思维啊 如果说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 那就是五毛和自干五 他们呢 实际上就是要驱从一种政治权利 然后呢 从这种政治权利下 要维护这种政治权利的时候 他要获得好处 这就是说呢 不好好的谋生 要是 想从这个 维护政治权利 维护极权统治 要从这上面啊 要获得利益 是吧 任何事情 我们这么一分析 大家就能明白 很多时候啊 五毛呢 这就是顺嘴胡说 中国的未来寄托于变革 如果没有变革 那不要谈未来啊 接着过呗 所以一个最基本的共识 应该是中国就必须到了变革的时刻了 而且呢 这个变革就是让中共出局 因为他们反对变革 这是最基本的共识啊 然后呢 在这个共识基础上 在探讨如何变革 这本来是民主权 应该探讨的问题 是如何变革 怎样变革 这里边有分歧 没事 这都是同道中人 应该探讨的问题 同哪个道 这个道就是要求变革的人 集结在一起探讨如何变革 但是呢 你像周黛宇 还有图 他实际上要把大家拉回到一个更低的层次 他们呢 不是说挑起争论 终止的讨论 而是说 把大家 从第二层次拉回到第一层次 实际上是拉回到要不要变革这个层面上来 本来呢 把这刚刚能达成共识的一些人 又给 给迷惑了 他说那些东西 实际上呢 就是粉碎了那个共识 又糊涂了 让大家呢 认识不到变革的这个必要性 今天那个傻货还说到什么自私自利是天公地道 没错 我们没有否定自私自利 当然问题是 你除了自私自利还有什么 是吧 这些傻货就在根本上出了错误了 为了自私自利 就是要坚决的捍卫 不公正的制度 当社会公正了 没有说要剥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不是说不让你自私 但是呢 你正是在这个私有制的基础上 才不能让公权力被私人拔有 不能让公权力属于私人 属于某个人 属于某个集团 这正是为了保护广大多数人的自私自利的权利 什么叫民主和自由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私了 但是呢 就设定一个秩序 你不能伤害别人啊 民主自由到底干什么的 他不是说为了打罪一个个的 这个自私自利的要求 不是 你得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这种平衡就是大家都有点小自私小自利 但是对不起 公权力一定要交给大家 而这公权力属于大家 实际上也是来自各自的 一种私利 这不是说我们就属于大公公私的 所以大家都自私的吗 你的权力凭什么属于你啊 对不对 属于你 你影响我的这个利益了吗 这能矛盾吗 不矛盾 那么这问题进一步推演了 那好 那权力现在就是属于我们少数人的 你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自私的 我们就想维护 我有本事维护 我有军队武警特警 还有城管 你怎么办 你来抢吧 你看看 抗暴怎么来的 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暴力 说的是抗暴 人家说了军队武警 还有特警了 还有城管了 干什么用的 人家这是为了和平吗 你这和平 你是武装成这么多人 干什么呀 这个就叫暴力 同志哥 这个叫暴力 这个就叫暴力统治 老百姓能做什么 那叫抗暴 实际上人家说白了 你想改变这一切 你放马过来 人家说了 人家摆的架势就是这个 有很多傻货说 以暴易暴 只能是暴力的延续 我不这么认为 你哪怕翻开世界近代史 看看西方的历史 哪次进步 他不是说靠暴力来 或者说来抗暴来展开的 英国革命没有暴力吗 法国革命没有暴力吗 国王皇后都上了断头台 没有吗 美国的独立战争 还不是说没打仗吗 美国内战的不是战争吗 也就是说 西方的历史实际上 比中国的历史还要暴力 相反 中国的形态革命 才是一次光荣革命 没死几个人 但实际上不彻底 实际上 五毛和自干五从根上就错了 他们的确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他们自私自利是建立在 要维护现有的既得利益 也没错 但是他们同时还要维护统治 及其秩序 不想改变 混账之处就在这 我们要求变革 要求民主的自由 不是说要否定 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政治权利 个人的私心杂念 不是要否定 相反 我们是要维护它 实际上大家都有这种权利 现在就是说 一个人 一个小集团 他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权利 老百姓没有 你看看 道理其实 一讲究就能通 根本没有矛盾 民主自由干什么 让大家都有权利 权利 自私自利 对不对 你现在的孙志祺权 就是让绝大多数人 都没有权利自私自利 当这个强权和司法不符合 的时候就可以轻 轻易的让一个人送了命 让一个家庭破碎 对不对 他有什么本事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不可怕 这也是民主和自由要保护的 但是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一定要把公权力 还给民众 这是必须的 骨毛 骨毛 自干五 还有那些带着任务的那帮人 他们所有的观点 其实都是一个观点 那就是要维护中共的统治 而这不是观点 这是一个立场 为了维护啊 这个立场 人家呢 不断的啊 跟你胡搅蛮缠 但实际上呢 我们要学会辨戏 不是说我们说不过他 把心放下来 他们的任何一个观点啊 那都是狗屁 我们都可以轻易的跛倒 没什么难的 啊 就是要识破他们这些伎俩 那些诡辩的伎俩 那些偷梁换柱的伎俩 仅此而已